上周由于受到卡弩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5号上午7点台中后里焚化厂金船遭到雷击 设备受损严重导致全场停电无法运作 出估最快10号才能够修复 环保局紧急协调临近掩埋厂及焚化厂分流调度 因此名声垃圾收运正常不受影响 上周受到卡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5号上午后里焚化厂金船遭到雷击 主变压器模柱式汇流牌设备受损 导致全场停电无法正常运作 雷击事件主要受损的区域是在我们的主变压器 预注式汇流牌 因为整个会影响到外电进场的部分 所以我们预估修复期间要5天 5天到8月10号 我们现在也紧急在做一个请常商 缩短这个时间 那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 可以让整个后里厂这边 可以恢复正常的营运跟操作 由于牵涉需要定制的设备 出估修复至少需要5天时间 然而后里厂主要收运 后里 风源 神钢 大甲 以及清水等10个行政区的家户垃圾 每天进场量约800公顿 为了避免影响民生垃圾收运 环保局也立即启动紧急应变 协调临近掩埋场紧急站置及分化场分流调度 因此抢修期间民生垃圾收运不受影响 后里厂这边每天的垃圾进场量 大概介于800到850之间 那这次的累积事件 台中市政府环保局也立即启动紧急的应变 将这些家户垃圾调整到临近的掩埋场 跟我们的文山污日这边分化场 来做一个分流去化 那在这边就是要确保我们民生垃圾收运 不会受到影响 确保民生收运一切正常 此外环保局也与废弃物清除处理商业同业工会联系协调 部分事业废弃物将请业者先暂存在厂区 待修复完毕后再来请运 感谢观看